到关在关在把年型年景大神的邦邦 祭司空军野人加昆虫 打邦邦不错呀 这阵容打邦邦昆虫这个点 虽然说打邦邦的牵制可能牵制不动 但是真的能够在远程给到一些资源也可以啊 就这把的话你就空军这个点 打邦邦是不错的 祭司不错 野人也不错 所以这套阵容是一套就这四个人打邦邦都不吃亏的一个 阵容连炸没有压 第一刀有了 好的这边祭司吃一刀以后多吃了一炸开车走 但邦邦这边的话因为没有点张狂 他这边没有遥控雷 移行跟过来 能不能过河 不能过河的话 这边祭司打洞 大海哥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这两天看到大海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他还关注了我 我立马点了个回关 对不对兄弟们 你们如果关注我 你们就跟大海哥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 415啊 太荣幸了 感谢大海哥的关注 祝你牵制三台鸡 哎呦 这边的话空军交枪 把这 大海哥不会取怪我吧 这里野人还吃了颗遥控雷 我这一波年锦直接打飞起啊 这一波导致什么导致他救人不一定稳 第一呢 空军这把枪相当于没有打出作用 第二呢 野人这边不好救人 我那个老天爷 这波节奏是什么梦幻节奏啊 空军这波战位也是战的非常的绝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野人 邦邦的话 现在回头做防守 野人还真没办法 要不算了吧 这个人别救了 别救了别救了 能偷不能救 能偷不能救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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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一个邦邦对不对 我不来救人 你怎么赢 我就问你 你我不来救人 你怎么赢 快来我需要帮助 大海哥快来我需要帮助 我还可以溜一溜 这 野人说不是我不想来 我这状态来了 人没救下来 就我接 我接全锅 对吧 那确实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没有救下人来 因为有可能救不下人来吧 那你操作好 你说救下来呢 那是 但你万一没救下来的 没救下来 在这里就嘎了呀 传送落地 找昆虫 昆虫这边的话 飞轮 遗产机 野人这边 新奇异台 空军的话 这边也要新奇异台 我们看 这把的话 穷子的密码机 不是特别够 不是特别够 然后呢 空军的位置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也很尴尬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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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其实本身 讲道理 空军那一枪 如果能保祭司 有一个好的牵制的话 是可以打出一个 四人开门战的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颗楼梯雷 那野人只能过来了吧 没办法 这个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打的 对于穷人来讲 野人过来好像也不行 帮帮只要守着 因为他这边的话 压住一台机子 守着一个人 穷人这边就无解 对吧 没办法 那只能赌帮帮掉线了 野人刚刚那波不救人 我觉得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没办法 这的话在玩 疯狂躲避球 香水跳吗 香水跳 脸 脸 这波让人给救下来了 但是空军也倒了 这样的话空军待会儿 要浇自己 昆虫这边是不具备 任何的一个牵制 出来的可能性的 所以这边昆虫要 要倒 倒了挂飞 空军是一个 浇了自己 吃传送 野人得在外面再起一台机子 连炸 好的 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野人外面再起台机子吧 你赌这个空军干嘛 那空军 交了自己以后 溜起来 溜起来以后 密码机修亮 两人开门战 两人开门战 待会空军跳地窖 剧本是这么写的 但这个剧本的可能性 大概十万分之一吧 这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帮帽掉线的情况下 那我这边去找野人 空军这边的话往前爬 他得是什么呢 就是找到一个有箱子的地方去起 然后翻箱子 而且呢还得是离刚才倒地的位置有点远 要不然帮帮这边直接传你 就要起了 野人这边 哇野人猪还被炸断了 翻箱子 都对啊 都对 只是 就这个局打不起 没有资本去打了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